突然入侵的劫匪 抢劫后竟然主动要求报警 他拿了件事后 他说你可以报警吧 奇怪行为一波又一波 所谓劫匪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跑到我们家 你们窗户没关 你们大意了 而当警方到达现场 又为何无需侦查 就能锁定嫌疑人 你自己下个 下个 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主动要求报警的劫匪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花生加牛奶配对采购味 一路花生牛奶 让您收看传奇故事 在我们的汉语词典里头 对于劫匪一词的定义是这样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对财务的所有人 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脅迫 或其他方法 强行将公司财务抢走的匪徒 这么一听什么感觉 暴力 可怕 危险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桩案件 却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案件当中的嫌疑人 他在抢劫结束之后 竟然主动要求贝害人报警 这位就是贝害人金先生 他对劫匪的说的这句话 记得特别清楚 他拿了牵制后 他说你可以报警吧 也是 谁敢相信一个匪徒 抢劫之后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这种异常甚至让人怀疑 这个嫌疑人犯案的背后 有没有可能藏着一些引擎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头开始 去了解一下这起案件 2021年2月 上海的冬夜很是寒冷 金先生一家也早早的就睡了 可是凌晨5点钟 突然金先生似乎听到了 这个房门打开的声音 金先生十分警觉 立马就从床头打开了灯 可是开灯之后所看到的 把金先生吓了一大跳 面前这人看上去二十来岁 身强体壮是很有威胁性的 金先生都忍不住有点发抖了 但是好在金先生相当聪明 就算是害怕 他也尽量的掩饰 然后金先生小心翼翼的开口了 金先生问劫匪 说你打算要多少 可是这一问吧 劫匪说的话就让金先生迷惑了 他说我要的不多三千块钱 听听 三千块钱 这个数额对日常生活来讲不算少 可是也绝对算不上什么十分巨额的款项 所以金先生就想不通了 这劫匪凌晨入侵 不惜犯罪 难道仅仅是为了抢劫三千块钱 带着疑惑 金先生就试着继续攀谈 其实这是金先生的一个势态 结果那劫匪还真就没发怒 而且还摆出了一副凡事好商量的模样 他说叫我把手机给他 我那一箱手机我不会给你 我说这个银行长绑定 他有产生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的 对吧 事情说到这大家有什么感觉 是不是觉得这劫匪似乎有点不一样 当然了抢劫这种事 性质极其恶劣 不容辩驳 但是这个劫匪好像不是那么的穷凶极恶 金先生同样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试着跟这个劫匪谈判 但是让金先生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这个劫匪竟然反而主动开口了 跟金先生聊起来了 甚至于他还告诉金先生 他是怎么闯进来的 意思就是跑到我们家 你们窗户没关 你们大义了 原来我刚才跑到另外一家 有个小孩我就退出来了 这段话里头金先生当时就抓住了重点 就是最后这一句 劫匪看有小孩竟然主动离开了 金先生觉得自个儿刚才的猜测 说不定是对的 这劫匪与这个真正十恶不赦的暴徒 应该还是有不同的 于是金先生跟劫匪烙起了家常 一方面是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 增加一下自身的安全性 另外一方面他也想探听劫匪更多的情话 果不其然 劫匪还真就一点不避讳的介绍了自己 甚至还透露了自个儿抢劫的原因 感情这是一个沉迷于赌博的赌博的赌博 了解了这一点 金先生心里头平静了不少 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从家里找到了三千块钱现金 拿到钱 劫匪似乎就打算离开了 可是就在那一刹那 金先生说 他心里头却生出了一丝异样的感觉 什么感觉呢 虽然金先生也不懂具体的法律条文 但是金先生隐约知道 入室抢劫应该是比较重的罪 等到这劫匪拿钱离开了 他这一辈子可以就真的毁了 于是呢 就在劫匪打算离开的那一刻 金先生把他叫住了 不得不说 金先生确实非常善良 也很勇敢 可问题是这劫匪 能不能抓住他人生当中 最后一个机会呢 能不能理解金先生的善意呢 只能说接下来劫匪的回答 让金先生无比震惊 没错 这是我们开头那个提出的巨大疑问 劫匪竟然主动让被害人金先生报警 这是金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 也的确属于我们闻所未闻的事 那要如何才能解开这位劫匪的秘密呢 别急 这件事让人没想到的地方啊 还在后头呢 我们接着说 带着万分疑惑 金先生很快就报警了 警察呢 立马就赶到了金先生所在的小区 也找金先生把前因后果都了解清楚了 可是一了解吧 警方的举动呢又让金先生再度震惊了 因为就在现场 警方当场就调出了一名男子的照片 并且直接就问金先生 抢劫你的是不是这人呢 金先生一看傻眼了 这下金先生彻底懵了 碰见一个奇奇怪怪主动要求报警的这个劫匪也就算了 怎么这警察来办案都不用去追捕 也不用花时间侦查 几分钟的功夫就知道抢劫我的是谁 这效率未免也太高了点了 是啊 到底为什么警察第一时间就知道解匪的身份呢 这跟解匪异常的行为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联系 这其中到底藏着什么宣机啊 火能点燃希望 也能凑毁家人 事故瞬间发生 安全点滴做起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 播种清香收获赞美 播种汗水收获幸福 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花生加牛奶配对采购味 一路花生牛奶 让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金先生报案了 警察竟然没花几分钟就调出了解匪的照片 让金先生辨认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把时间往回推 来到事发当天凌晨四点 也就是金先生遭遇抢劫的一小时之前 这个时候呢 110接到了一位刘女士的报警 刘女士说呢 他的男友叫小李 几个小时以前呢 他们俩吵架了 男友就出门了 原版的刘女士也不怎么担心 可是偏偏刘女士发现呢 这个小李竟然没带手机 而且他还特意在手机的备忘录里头 留了这么一段话 就是说自己要去刺杀了 就自己是一个毒鬼 在外面欠了很多钱 现在也没钱生活下去了 可惜的是把小区附近找了个遍 也没找到小李的身影 警方一边扩大搜寻范围 一边试着调取道路的公共视频 想更为精确的获得小李离开的路线 很快呢 通过搜寻公共视频 警察发现小李呢 并没有去天台 也没有去什么偏僻的地方 他一直顺着大马路往前走 最后消失在了一个小区的门口 难不成他进了这个小区 他又为什么要进这个小区呢 事情说到这儿 大家有没有猜测到小李进的这个小区 是哪个小区啊 不是别的小区 正是之前抢劫案当中 被害人金先生住的那个小区 没错 抢劫金先生的也不是别人 就是小李 所以了 当金先生一报案 说了这个劫匪的特征之后 因为警察之前呢 收集了小李的所有特征 所以一听完金先生说的 警察这思路一下子就被打通了 这些关键的点啊 包括一个人物的形象 以及他这个动机 连动机都掌握了 就直接问他 你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事情 他说我网上赌的钱 就动机都 就相似度就高了 然后就联系到一起了 好 小李的身份咱们也弄明白了 他27岁 老家在浙江的台州 是刘女士的男友 有着赌博这么个不良嗜好 整个过程嘛 也很清楚 事发当天 因为跟刘女士吵架 小李离开了家 来到了金先生居住的小区 抢了金先生三千块钱 事情嘛一目了然 可是那个最大的疑问 仍然说不通 小李为什么抢劫之后 还主动让金先生报警呢 他到底什么心态啊 要想解开谜题 还得是由小李自个来回答 不出警方意料 就在金先生报警之后 不到半小时 刘女士那边也来电话了 说自个的男朋友已经回家了 没有轻声 不用再耽误警察的时间寻找了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警察呢也没跟刘女士说 小李抢劫的事 而是组织警力 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时间来到了早上七点 警察敲响了刘女士家的门 过一会儿门开了 警察一拥而上 小李呢果然在里头 看到警察来了 他非但没有挣扎反抗 反而还一直说自个儿 明白为什么会抓他 接下来呢警方在现场也找到了小李抢来的钱 值得一提的是三千块钱 小李也只是花了四块钱 尽管只花了四块 可是小李依然是犯罪 是抢劫 很快小李就被拘捕了 面对警察的讯问 小李呢也终于坦白了自个儿的心路历程 他首先承认自己呢 已经沉迷于赌博很多年了 时间回到2017年 小李第一次知道了网上赌博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小李呢小玩了一下 可是结果呢却让小李不敢相信 用1400块钱竟然赚回了11万 这可真把小李给乐疯了 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次举快乐 很快这11万就成了小李幸福的资本 当时就去买了苹果手机啊 这些平板电脑 当时买这些花了1.2万就买这些 然后再厕所喝个饱饱这些就这样 现在小来嘛 小李终于明白了 当时的自个儿该有多么的天真和愚蠢 其实我当时赌到后面 我自己明显到这种东西其实是假的 他那个后来可以操作 但是自己心里面当时有毒瘾了 这毒瘾已经起来了 所以根本压制不住 我自己其实心里面很明白 一再疯狂的结果就是小李负债累累 完全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好在小李说自己不久之后也醒悟了 就来上海了 还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甚至于工作之外呢 还跑起了网约车 日子嘛又好起来了 我当时做的就是一个月六千到七千块钱 开滴滴一个月好的话一万多 能快一点的一个月也有个七八千里拿 更让小李高兴的是 他还认识了个女朋友 没错就是刘女士 两个人感情很好 这就让小李觉得一切终于美好起来了 我自己感觉是挺好的 毕竟我跟他谈了两三年 就是正在结婚去的 阿里来说小李这次已经是脱离了泥沼了 怎么后来还会走上抢劫的绝路呢 难道说发生了什么 对此呢小李是这么感慨的 你哪看那个受捕影 我感觉捕影这个很难见 捕影已经是心里疾病了 这种之类的太难见了 靠自己真的见不掉了 没错还是那个字赌 这不小李天天打着两份工 收入不错也渐渐有积蓄了 可是小李却总是忘不了 在网络赌场财富暴增的那种刺激感 再加上小李跟刘女士 在感情方面产生了一点嫌喜 一来是刘女士的家人不认可小李 她妈妈就死了不松口 所以我们想因为这个事就是傻钱 因为这个事 他通常不松口 结婚根本结不了 二来这结婚不得买房 其实小李的家庭条件还可以 父母都是做生意的 愿意帮小李出婚房的首付 可是首付之外的这个贷款 小李一查征信 由于他之前赌博的时候 网贷借的太多 很多还没还 所以压根又申请不了住房贷款 也就是说小李这买婚房的计划黄了 这下小李就觉得这婚多半是结不成了 在这种沮丧颓废的情绪之下 小李承认自个的赌瘾又犯了 一笔又一笔的钱被小李冲进了赌博网站 他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的生活 转瞬间就再度崩塌了 我要在上海正在联手的话 就是将近30万 然后2017年的话算起来 也有30万了 加起来有60万吧 好 事情来到事发当天 那小李为什么会去抢劫金先生 又要求金先生报警呢 回忆当时的心里 小李是这么说的 没错 在小李看来呢 自己当时本身就很沮丧 原本是想轻生的 可是走着走着嘛 他又不想死了 反而是进了个小区 路过金先生家的时候 他看到窗户没关 就生了歪心思 不过小李强调 一开始他只是想偷盗 没想到金先生醒了 他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要钱了 小李还坦诚 其实当时他也很害怕 甚至于在小李看来 当时金先生比他都镇定冷静 只可惜再慌乱再害怕 再是因为一时冲动 当小李把抢劫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 当他网顾金先生最后的好意劝阻 坚持拿走那三千块钱的时候 他的行为就已经被定性了 他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人家问你干什么 你说你来抢劫的 你再多的解释严实都已经没有 他这句抢劫说出口 已经就没有回头路了 至于让金先生主动报警 小李表示呢 当时他是觉得自个欠了一身债 反正也还不起 眼看又抢劫了 小李知道自个逃不掉 所以干脆就让金先生报警 自己被抓了 一方面是赎罪心理 另外一方面觉得可以有一段时间来逃避债务 看来小李当时的行为虽然显得高深莫测 可是他自己想的还是很简单的 但是这一切真的就如他想的那么简单吗 像这样的抢劫被抓 真的就只是费点时间 到牢里头待上一段时间 以此来逃避债务 不得不说 小李太无知了 因为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 抢劫是多么严重的罪行 2021年7月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 法官强调 入室抢劫在我们国家的法律当中是重罪 按照法律规定 我们是必须在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这个刑党 他只要一旦他是入户抢劫了 但这个就是10年以上的 最后法庭一审宣判 小李犯抢劫罪判处 极恶的坏人呢 他还跟金先生聊天 还主动让金先生报案 真的不能具体案件 具体分析吗 况且只是3000块钱 就失去10年的光阴 这个刑罚会不会过重呢 对此呢 法官也特别做出了解释 从我们很多一般老百姓的角度上来说 其实尤其是站在这个 李某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可能大家都会有点同情他 就是觉得他就是好像 一点小事一点小钱 那么就是一个年轻人 等于是10年的牢狱之灾 但是你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面对一个在凌晨5点钟 在自己家里睡觉的时候 卧室里突然之间进来了 一个陌生的年轻男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他可能会做出 这个危害性更大的这种举动 这也是有可能 没错 法律要捍卫的就是正义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或许犯罪的理由有所不同 但是归根结底 你的行为给他人的生命安全 造成了威胁 你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你就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 议审判决之后 小李并没有提出上诉 他说尽管无比的后悔 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沉重的后果 从这句话听来 小李似乎真的是有点觉悟了 如果真的能够用十年的光阴 换来小李的重生 当然如果小李在狱中表现良好 他还是有减刑的机会的 那么当他出来的时候 三十多岁也不算太晚 他还来得及开始新的生活 而这个案件也很能够给人警醒 一时的小小冲动 区区的三千块钱 看上去似乎像是小错 可是法律是刚性的 不容你卖残 当你踩在法律的红线上的时候 再多的理由 再多的解释 都是徒劳 金牌调解专家团队入住金视频 搞定各种麻烦 解决棘手问题 婆婆妈妈的家事 有N多专家帮忙排解 生活里的开心事 繁心事 有人分享 有人倾听 登陆金视频 加入金牌调解社区 我们在线等你 跟我参寻 自然界的神奇奥运 水怪 考古 不明飞行 没三十度 未解之谜 我来解决 我是幻子 花生加牛奶 配对采口味 一路花生牛奶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